好 回到其论古今 刚刚谈到中美大博弈当中的十个领域当中 有三个 包括了像贸易 像投资 还有产业 这些美国都是没有能够占上风 那还有另外的七个领域 包括像产能 金融和科技 我们先来谈产能 那这一项跟产业是有关系 但过去很少会被单独列出了一项专门谈 那谁先生 你有什么要特殊的考量 如果说接下来的分析真的如您所言 一个又一个领域当中 美国都是没有能够占得了上风 甚至明显处于下风的话 那美国会如何应对 请各位稍微耐心一下 就是我很快就会把剩下的七个领域 很快地做一个评估 我希望能够做到什么样 就是像刚刚讲Compare Compare就是美国现在复国 我已经在讲了一句话 中国是我们美国开国以来 两百多年来从来没有碰到过 这一个挑战的一个对手 甚至于不仅在科技跟军事方面 甚至在方方面面 他讲的话一点没错 真的是方方面面 我马上就可以证明给你看 好吧 的确是一个很罕见的现象 是美国开国以来 就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挑战 那七个领域 我们逐一来说 下应该一个是产能了 是 这个产能比较特别 我为什么特别把它挑出来呢 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美国的变化特别大 我们还记得二战的时候 美国为什么后来会赢 日本会输 关键就在产能 那么现在美国也出现类似的一个情况了 就是美国制造业过去是世界第一的 2010年被中国取代了 那么现在中国制造总产值是世界35% 美国只有12% 12%表面上看起来还可以 那我们要单独来看 就军事部门产能的话 那美国情况非常非常的严重 这个我看最近有个美国内部的一个 他们自己的一个军事报告 他们认为就是美国最重要的三种这个主力战舰 一个航母就是尼米兹号 尼米兹级航母 还有提康德罗加 巡洋舰 还有这个阿里伯克山 这个导弹驱逐舰 这三种军舰呢 就是美国现在主力战舰呢 都是在上世纪70到80年代时候新建的 按照一般的这个军舰呢 这个常态的这个使用服役期呢 大概30年 这个最长的一个服役期就是50年 那换句话说呢 大概到2030年 或者最晚最晚2030年的中期 这些美国大部分的这些主力战舰 都要大规模的退役了 相较之下 中国呢 你可以看到最近十年或者十几年 都在下脚子 那么这个情况呢 对美国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警讯 我刚刚讲过 美国上个世纪二战的时候 为什么会赢 就赢得它产能 日本输就输了它这个产能不够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现在面临到同样的窘境 请特别注意到 我今天特别提到这个时间的概念 请大家留意一下 听明白了 就是说对美国而言 不只是产能是压力 时间也是一个压力 我们继续来看其他领域 金融和科技 这总是美国的强项了吧 对 一般人影响中美国科技大国 美国金融大国 是吧 但是中国跟他交手 那么交手需要这个结果 我们稍微可以看一看 在科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使出洪荒之力来对付一个中国的企业 以举国之力吧 应该这么说吧 举国还不够 是以整个西方的国家之力来对付中国华为 并没有赢啊 是吧 你可以看到最近华为成功的反击 可以说是碾压式的反击啊 或者是断单式的领先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我之前曾经分析过啊 从去年的美国哈佛大学跟建桥大学核传的一本厚厚的一个科技方面的报告 里面都已经分析了中国的科技已经在很多方面 已经追上美国甚至超过美国了啊 最近这种报告是越来越多啊 金融方面 美国从来是金融大国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美国最近不是降息的吗 这个美国降息呢 我曾经分析过 也意味着是美国曾经在这几年 打算对以中国为主的一众国家 采取了金融收割割韭菜 这个行动基本上并没有成功 或者说到底是失败了 并没有那个没有成功的原因 这里面没办法展开 这核心原因之一又跟中国有关系 哇连这两个领域说美国的强项 美国都未必能够占得了上风啊 相信很多美国专家 估计呢是也是意想不到了 好另外一个 学生今天谈到的是国际这个领域 国际指的是外交吗 国际当然主要是指外交 我们就这么展开了吧 就是美国从来在国际间呢 这个大家印象中呢 它是号令天下 谁敢不从吧 就是上个世纪1990年代 是吧 但是美国你可以看到 最近这个2022年 俄乌战争开大以后 美国曾经一度要求所有的国家 都能够站边 站到他那边去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啊 占人口88%的所有的发展中国家 绝大多数都没有站到美国那边啊 美国所谓这个所谓他的朋友圈啊 比方像北约啊 像这个G7 还有什么AUKUS 还有QAD 这个换来换去主角就是这么几个嘛 就拿麻将来做个比方 就是不断在扳风啊 就是原来几个老面孔在那边换来换来 那中国不一样啊 中国主导的上河组织也好 金砖国家也好 一带一路也好 但是排队队在那边等啊 是吧 所以在美国在国际方面呢 似乎也不能够在耗领天下了啊 这个情况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您的分析说明 中国在国际方面 其实做的是更加的好一些 略胜一筹啊 那再回到 我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注意到 其实在太空领域 这样的一些新的领域当中啊 中国好像总是能够后发先制 觉得这样的现象或者优势 你怎么来看 一点不错啊 就是我们知道 美国在太空方面起步很早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了 首先登月 对吧 中国整整晚了半个世纪 对吧 但中国现在后发先制 你讲的一点没错 对吧 中国现在探月工程上面 已经领先美国俄罗斯一步 现在已经到月球背面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 前不久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还宣布 要在月球上设月球的北斗 这美国现在气得要命 但无可奈何啊 这是中国自己这般的事 所以在这方面 中国显然又没落地下风 甚至于让美国落局下风了 那实际上这两年我们看到 中美交锋的一个重点 还是一个关于资源 在资源上应该没有什么 核武发或者先发 这样的情况吧 一点没错没有 但是我为什么特别要谈资源呢 因为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 中国确实被美国压得很惨 压得力量很大 气得有点喘不过来 所以中国也使出一招 就中国终于发现到 中国有一些东西是美国没有的 或者美国非常稀少的 但是对美国来讲非常重要的 比方说稀土资源 其中有一个假一个折 在去年就开始对美国禁运了 禁运刚开始 大家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效果 但现在效果出来了 一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的F35最新的资料 它一年本来要生产很多很多架 它卖给全世界各国的 居然一架都没出来 过去这一年 这里面很大的原因 就跟它雷达有关系 因为它最先进的雷达 弹化架雷达 这里面那个架就是 刚才我们讲稀土元素 那这个不但影响到 美国的战斗机 还影响到美国的军舰 什么方面影响都非常大 所以最后这一招还是很厉害的 然后最后谈军事 那么军事方面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过去美国绝对是超级大国 现在勉强也算是 对吧 但是将来我看未必是 请特别注意 美国过去绝对是 现在勉强是 但未来却未必是 这样一个情势的发展 对美国来讲 对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来讲 却要开始进入到一个 比较危险的一个阶段了 您跟谈到中美关系 几乎可能会进入一个 相当有风险的阶段 这话怎么理解 所以我预见到 现在就要进入到一个 中美关系的越来越风险 越来越大的一个危险之局 这话怎么说呢 就首先我们要确认一下 就是美国对他的霸权 是非常在乎的 绝对不容许他的霸权 能够松动 那么特别是被中国给挑战 所以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到拜登 连续十几年 美国使出了昏失业数 红黄之力来对付中国 但是不管怎么对付 我们刚刚前面已经分析了 在十大领域里面 美国最终的一个结果 不是这个没有什么效果 就是出现了反效果 不是没占到上风 甚至于反而屈居的下风 也正是如此 所以才会出现 刚才我们前面提到 那个辛明顿 所提到的那句 我认为有点 甚至于一种绝望的一种感觉 中国胜利了 我们该怎么办 或者美国该怎么办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提出来 的确呢 就说从美国要维护 他霸权的角度来说 现在的美国接下来该怎么办 会怎么办 这就让我想起来 我不久前曾经提过 那个马凯硕 就新加坡那位学者 他曾经提到 他注意到美国最近朝野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一个叫政治共识 就是共和民主两党 很多意见不一样 但这方面他们有非常 一致的政治共识 那就是他们认为 他们还有或者只有十年时间 来阻止中国成为世界第一 这个十年的概念 为什么是十年 你想过没有 对 先生 我也很好奇 这个十年是怎么算出来的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十年 刚开始我看到马凯硕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也就是 一个时间感而已 但现在呢 你看看我刚前面 怎么分析的 根据美国的 国防战略委员会 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就是 《2020年中国军力》 在这份报告里面 他们指出 由于中国在技术跟产能 两方面都具有优势 所以使到美国 过去的军事优势 面临到从二战以后 到现在为止 最大的挑战跟威胁 而且这个美国的军事优势 还会随着时间 越来越减少 也就是时间越短 时间这个越长 对他们来讲是越不利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你再回想 我刚前面讲的产能的时候 讲到美国的海军 他们估计 他们的大多数的主力战舰 都要在2030年 甚至2030年最晚最晚 2030年中期 就要大规模的退役 而那个时候 他们面对到中国的海军 是什么样的海军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十年的概念不就出来了吗 如果你是美国的战略学者 美国的战略决策者 你会怎么办 明白 说到这里 要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发现美国 他所胜的答案并不太多了 难道美国真的是要选择战争吗 如果形势真的这样发展的话 会以什么样形态的战争出现呢 进一步的研发分析 进入到评说新语 感谢观看 一次 感谢观看